加拿大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我相信這一點大家都知道 但竟然有加拿大人接種疫苗後 他們的行為簡直跟獨裁者一樣 究竟發生甚麼事? 而加拿大又是否大家想像中那麼美好? 今天跟大家一起拆解這宗奇案 Mori和Max是在加拿大薩斯卡津省的Regina 由上年10月開始,他們正在等待疫苗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等待做手術 而現在做手術都要你先打疫苗才可以做 很不容易,終於輪到他們有得打 他們就上網預約職員 Max就說,基於之前 Saskatchin Health Authority 出的資訊 他相信他預約職員的地點 是會打Pfizer、輝瑞的 當他去到要打疫苗時 他被告知他要打的是阿斯利康 他當時形容他很驚訝 這件事除了令他醜醜不及之外 他還當時崩潰大哭 當他哭完後,究竟他有沒有打到最後? 有,因為出於要打了才可以做手術的原因 他唯有死死地氣地打他 但事後由於他很生氣,他去了投訴 他說政府負責機構的行為整個獨裁者 他們是剝奪了別人選擇的自由 他說,我想了很久 我終於決定我要去削輝瑞 但到最終原來我都沒有選擇 他認為Saskatchin Health Authority 應該有更高的透明度 他們說他雖然打了針 但對政府很失望 其實SHA有上網通知大家 疫苗有所改動 究竟為何會這樣? 原來SHA有重新分配過 阿斯利康的疫苗 去到各大疫苗中心 而又被Dryfoo的地點可以打Pfizer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有更多疫苗中心打阿斯利康 那Maxie又怎麼想呢? 他覺得任何的改變 都應該事先通知市民 他說不只是他一個生氣 其他人跟他有相同待遇 都認為政府是應該事先通知他們 他認為政府好像一時興起 就整天改變又不通知人 很不老實 那為何Maxie一直想打Pfizer 原來是疫苗有效性的問題 他覺得Pfizer會比阿斯利康更有效 阿斯利康說他有76%有效 Pfizer和Moderna有95%有效 而Johnson & Johnson只有67%有效 是最後一隻加拿大批疫苗 在南非還有數據指出 阿斯利康在保護不到 由B1351變種而來的中低程度病症 其實加拿大衛生部首席醫學顧問Sharma博士 他在2月份接受CBC訪問時 其實他有說過 他說現在打針 最重要是針對那些有嚴重疾病 住院和死亡的病人 而這些人其實阿斯利康的疫苗都是有效的 還有實驗室的測試和真實世界的數據 亦都證明了其實阿斯利康對一些variants 一些變種的病毒例如B117都是有效的 反而Moderna和輝瑞這些 他們做臨床測試的時候 變種都還未那麼流行 薩斯加春衛生部就說 疫苗的供應是要看很多因素的 包括Regina 地區的變種病毒越來越多 國家免疫諮詢委員會指南 他建議的阿斯利康疫苗 當然應該用於55歲以上的人群 但衛生部說 由於Regina 地區出現變種病毒 我們要求全省要加速對55歲以下的人群的疫苗接種 衛生部說 加拿大衛生部批的所有疫苗 是在預防最嚴重的COVID-19疾病和死亡方面 是安全有效的 我們已經要求所有居民接種供應給他們的疫苗 如果他們對疫苗牌子有任何問題 應該在打針前就去問醫生或護士 衛生部還說 在打疫苗之前 市民會被告知他會打哪一種疫苗 如果他們有疑慮的話 是可以自由選擇不打的 但Messy 就不是這樣看了 他認為政府沒有負到他應該要負的責任 就是當你有任何疫苗改變的時候 你是應該要主動去直接去通知受影響的每一個人 他說你去到那裏才知道原來你是打第二種疫苗 是會令人措手不及的 他又說他們在其為 這件事他們是沒有得射的 所以他們已經是寫了信去投訴的了 那麼沙省的衛生部長又怎麼說呢? Paul Merriman 就說 任何的疫苗都是好的疫苗 他還說在疫苗中心預約的幾千人裏面 只有極少數人拒絕接種疫苗 是因為他們不想接種那個品牌 他說任何的疫苗都是好的疫苗 除非是有些特殊情況之下 你的醫生或醫護人員 是不建議你去接種疫苗的 否則如果你自己本身覺得 對於某一個疫苗的品牌 我是有關心的 我是擔心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隨時去 reschedule第二個 appointment 他又說其實在疫苗方面 他說他們的省都不能選擇 還說其實沙省的首席醫療衛生官 Dr. Shahab 其實他自己也是打了阿斯利康 他還說目前是沒有計劃 給政府通知公眾 他們會提供什麼疫苗給他們 因為供應實在不是很穩定 而且他還說 你是不會預先知道會打什麼針 市民假設他們會接種某種疫苗 但是都是那句 現在任何一種疫苗都是好的疫苗 其實這件事的騎咪之處 就是當事人覺得政府 應該直接每一個人通知受影響的人 雖然政府沒有這樣做 但他在上網有發放改動通知 而當當事人知道自己不能打輝瑞的時候 他是選了哭而不是走人 這件事我不是很明白的 為甚麼呢?因為我自己也打過一次針 我預訂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其實我會打什麼針 但我是有估計的 但我也有想過 如果我去到的時候 我是被告知 我是打一些我覺得 我不是很想打的牌子的時候 我會怎樣做呢? 其實我是有想過的 我是會即場走人 我是會跟他說我改變主義的 所以其實這些事 有時我覺得應該預先想定的 不過我不知道 因為當事人打針一個 其中很重要的動機 就是其實他是要去做手術的 可能快點有手術做 是重要過打甚麼牌子 究竟疫苗有沒有選擇? 疫苗應不應該有得選擇? 而加拿大究竟是民主 還是獨裁呢? 你留言告訴我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 訂閱這個頻道 開啟鈴鐺 支持PATREON文字版 多倫多求生血女士 我們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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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